一入秋,我家经常会做做到汤,清热,健脾 今年的秋莲子已经出来了 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多,所以莲子卖的也比较贵 买这种新鲜莲子的时候看一下地 如果上面发黑就不要买了 这个肯定是隔夜或者是放了很久 我们吃莲子就是吃一个新鲜 将莲子给包下来 然后将外皮给去掉 包莲子的时候,从它的屁股这边掐开 就很容易脱壳了 全部包好 莲子芯是一道清热去火的中药 因为新鲜的莲子芯也不苦 所以我们将它留下来 准备一块瘦猪肉 先像这样竖着切 然后横着切 换一面,斜着切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来切一下 最后将它切成小碎丁 接着再来一次 这样切出来的丁就会非常的细 而且非常的快速 将它放进碗里面 加入一点食盐 再来一点胡椒粉 加入一点蚝油 然后加一点点老抽 最后加一点淀粉 加一点点料酒去腥 然后用手给它抓匀 放一旁腌制一下 然后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修出外皮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再准备小半根的山药 去皮 也是切成条 然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 将它们放入盘中备用 拧取一个小碗 打热鸡蛋 两个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散 再来调一点淀粉水 半碗清水 半勺的淀粉 搅拌均匀 将锅烧热 加入一点食用油 加入胡萝卜和山药 翻炒一下 炒匀之后 再加上大半碗的清水 下入粘子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 将肉丁下进去 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 再来简单的调一下味 加入食盐 一点点鸡精 然后撒一点胡椒粉 搅拌一下 然后将水淀粉搅一搅 拧进去 用勺子搅拌一下 水开之后 再淋入鸡蛋 边淋 边用勺子搅拌 然后关火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淋上一点香油 撒一点葱花 用勺子晃动一下 一道非常营养又美味的汤根 就做好了 趁着现在有新鲜的莲子 可以为家人像这样做上一碗 味道超级的棒 还能清热温补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